在《星辰变》的最新剧情中 青帝即将渡神节 为什么他的神节会那么轻松渡过 秦宇又会如何应对羽皇众人 要知道青帝渡神节在仙界可是非常隆重的 他还特地邀请仙魔妖界各处的朋友来进行观看 秦宇这次也会经历一场大战 因为他的死对头羽皇和黑羽的死对头彭魔皇 都前往观看青帝的神节 他们在这里刚刚相遇就差点打了起来 要不是青帝众人的阻拦 这观看神节的地方就会变成几人的战场了 在青帝渡神节时 让仙魔妖界的众人都大为震惊 这神节总共有三重 他不用正法禁止抵御 不用神器单凭自己实力 轻而易举度过三重神节 甚至于身上青衫都没有一丝折损 这无疑让众人都明白了青帝的实力 但唯独只有龙皇和大元皇等人才明白 为什么青帝会如此轻松度过神节 那肯定归功于青帝在迷神殿得到的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这个东西正是九水元珠 但是有得必有失 如果不是这个宝贝青帝早就飞升神剑了 也是得了这个宝贝 才导致青帝停留在了八级先帝 甚至是为了这个宝贝 他苦修了千万年才大功告成 所以他才信心满满的渡神节 就当青帝成功渡过神节时 羽皇和彭魔皇联手直接杀向了秦宇 关键时刻青帝的出手 阻挡了彭魔皇众人的攻击 青帝之所以出手 一是在他高兴之日他们几个竞敢来捣乱 二是他即将登灵神界也不会在意太多 毕竟他已经隐忍了千万年之久 现在正是风光一回的时候 青帝一分为九 八个分身直接顺移到彭魔皇众人的身边 而且分身的实力都和本尊一样 最终青帝给他们每人赏了一个巴掌 脸上都差点开了花 这也算是青帝给他们的一个惩罚 秦宇则是见证了青帝的实力 果然是仙界的一个大巨头了